桃园三结义 刘备、关羽、张飞结成生死不渝的兄弟 后世大家赞颂 然而 关羽在大义诗经周时 父辈受敌 刘备却没有发过一兵一族去救援 直至关羽被杀 而张飞突然被不下所杀 刘备和关羽 张飞的私下关系 又有多少不为人所知的故事 在政权稳固之后 许多统治者在产出功劳巨大的功臣 这一方面有惊人的相似 那么在三国鼎立的局面逐渐稳定之后 刘备面对已经年迈年迈的关羽、张飞 会不会也有过这种想法呢? 在三国演义中 关羽被罗冠中渲染成一位能战善战 英勇无敌的猛将 在关羽的一生中 除了展颜良、朱文丑这些单挑圣迹 还取得了水炎七军等军事指挥上的成就 不过自大傲慢的关羽最终在迈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于关羽这样一位忠肝义胆的人物 很多人都在讨论关羽兵败被杀的根源 其中一种观点就是 关羽之死 刘备有着逃脱不了的干系 其实 关羽在刘备集团的地位很特殊 刘备集团从一开始 如果是分兵作战的话 必然是刘备率领一路兵马 关羽率领另一路兵马 从最早的新野 势必一直到襄阳都是这样 关羽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远远高于黄中 张飞、马超等人 到了后来 关羽所占的地盘是蜀国的一半 曹操、孙权都认为蜀汉名将为宇三国制 描述关羽威正华下 关羽的兵马也是蜀国最精锐的 中原各地的民兵盗匪都在关羽的控制之中 三国制说的是梁、甲、陆魂群道或瑶兽与印号 为之之党以这样的实力 刘备想要清除关羽是不可能的 但是 刘备对关羽有很多提防 刘备让关羽任总督荆州且贾捷月 作为荆州的最高长官 而在荆州重镇江陵和公安 却分别委任自己的亲信 南郡太守弥方与将军傅氏人住房 弥方为刘备夫人的兄弟 傅氏人为刘备的同乡 两人又同样不以能力建称 然而弥、傅尔人所驻守的江陵与公安 军为南郡重镇 其中江陵即为荆州治所 在关羽进行北伐之时 南郡成为据关羽最近的后方 伺候关羽兵败的麦城 即在南郡内 为何让这两个并无多大能力的人 驻守如此军事要地 且是荆州核心 这在军事上无论如何都难以解释的 因而也只有用政治原因才能说通 即让谜、傅二人作为 监军监视关羽 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关羽与谜 傅尔将素来不目 甚至当众宣称要置之 却又在北伐时将整个后方交给二人而无他法 而弥方、傅尔人将明知关羽清几 却仍然敢在关羽与曹人相聚时 抗命不攻击君子 并且不惜相就除此二人外 荆州后方另一大员 在刘备入川时刘典州时 的荆州治中从事攀骏也诉语关羽不目 如此的人事安排 显见刘备对关羽极不放心 由于对他多加撤肘 就三国演义来说 我们假设关羽是刘备害死的 从而来分析一下 刘备是否具有杀人动机 并是否展开了杀人行为 众所周知 关羽每次和其他大将对阵的时候 喜欢自称自己是 汉寿亭侯观云长 关羽念念不忘汉寿亭侯 无疑体现了关羽对于汉朝王室的忠诚 尤其是在逼不得已投降曹操后 关羽也特别强调 自己是降汉不降曹 但是刘备表面上打着刘皇叔和匡复汉氏的旗号 实际上却迫不及待地称王称帝 尤其是在禁决汉中王的时候 根本没有得到汉宪帝的许可 也就是说 相对于恢复中原 刘备更看重自己的个人得失 所以 因为对待汉氏态度上的不同 刘备对关羽早读心生不满 不过 关羽毕竟是自己的结义兄弟 而且勇猛无敌 刘备肯定不能表现出来 在刘、关、张继居在曹操门下的时候 曹操许田围猎的时候 侮辱了汉宪帝 单纯的关羽 张飞立刻就想结果了曹操的性命 但是 精明的刘备立刻阻止了关羽、张飞 原因无他 如果曹操一死 只会让汉朝王室得到好处 自己今后就无法浑水摸鱼了 当然 刘备可能以前只是对关羽感到不爽 还没有真正动了杀机 直到刘备自称汉中王 关羽表露出的否定意见的时候 尤其得知刘备还有称帝意图后 关羽对刘备的意见可谓越来越大 而刘备随着地盘和权力的稳固 更萌生了除掉关羽的动机 与此同时 面对讨要荆州的东武 刘备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 而刘备应该非常清楚 孙权和曹操都希望得到荆州这块地方 在荆州形势比较微妙的时候 刘备不仅没有重视荆州关羽的潜在威胁 更不管关于北上进军曹魏的事情 在这一点上 不能否认刘备是想借刀杀人 在关羽节节败退 败走卖城的时候 上庸的将领刘峰没有施以援手 而刘峰不是别人 正是刘备的干儿子 这里面 可能刘备没有直接下命令 让刘峰不管关羽的死活 至少也暗示了类似的意思 除了害死了关羽 疯狂的刘备还希望除掉暗示的张飞和关羽一样 张飞的内心深处 也是忠于憾示的 在关羽死后 诸葛亮帮助刘备称帝时 张飞大骂刘备不想着为兄弟报仇 却想着自己的皇位 可能张飞还是太单纯了 认为自己和刘备还是以前的兄弟关系 但是 现在的刘备已经是皇帝了 怎么还可能和你平起平坐了 何况 你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刘备 这让刘备的劳梁往哪儿放呢 但是 刘备的演习功力毕竟非常了的 于是 赶紧争掉军马 表面上打着为关羽报仇的旗号 实际上还是希望拿下失去的荆州土地和人口 此时的刘备 依然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借机除掉张飞 但是 没有想到的是 暴躁的张飞却先被不下给搞死了 没办法 两个兄弟都死了 刘备再不乏武 人心肯定要散了 但是 在进犯吴国的过程中 刘备没打下一个地方 立刻就登记造册 迫不及待地将吴国的城池变成蜀国的 以此 关羽和张飞的悲剧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穷困的时候 大家做起兄弟来毫无间隙 不过 一旦其中一个人发达了 尤其是成为帝王后 兄弟情义必然要让位于政治利益 而天真的关羽 张飞 在表演艺术家刘备面前 也许到死都没有理解政治斗争的残酷 如此看来 刘备有预谋的除掉关羽 张飞 在历史上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至少从一个统治者的角度而言 这是有可能性存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